想赶上AI这波浪潮来吃到未来的红利 想学AI方面的专业在国内学好一点 还是在国外学更好的 去哪个国家更好的 大家好 这里是猫在新西兰 我可以很明确地说 AI就是接下来10年20年的一个发展方向 而且它还会改变整个世界重新分配财富的机会 因为AI本身就在创造财富和价值嘛 就比如说智能化 医疗AI 虚拟建设 共享经济等等 甚至AI会帮助人类做决策 引导世界的走向 包括现在世界上各个的大国和强国 都在AI方面争较人才 所以现在还年轻地取主动学 AI的技术一定是给未来自己的一个生活啊 发展啊 是一个保障 不过这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学之前 可能要考虑你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你在国内和国外 可能完全是两个发展方向 简单来说 如果你想在未来只专注于 AI层面的应用开发 以后做一个类似马农的岗位 那在国内学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在未来想做一些研究型的工作 想创业或者想加入国际化的这个集团 或者说你想做一些跨领域跨行业的岗位 那国外的环境可能会更好一些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国内的优点就是这个人口基数大 数据多 但是大家也知道国内的AI环境和其他国家有点不同 尤其是和主流发达国家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只要是深度学习啊 算法研发 还有跨领域合作方面 而且国外的机构和顶尖的高校在这方面 确实也很有竞争力 像比如说硅谷啊 新加坡 伦敦 有些企业都已经非常厉害 当然有人说哈 我现在国内读完研究生 然后再出国读个博不就完美了吗 但是我想说哈 AI发展的快 国内的学制一般时间比较长 等你毕业以后 可能这个领域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而且等你继续申请国外的学校 人家还要看你的这个科研结果呀 或者工作经验哈 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因为其实很多国内的工作经验 在国外是不怎么被认同的 等于是你要出国以后重头再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哈 你需要一开始就分析好需求 规划好未来 如果你的目标是奔着硅谷巨头 这样的工作机会哈 可能你一开始留学就会比较明智 而且在国外读书哈 也更容易拿到国外老师的 或者国外学校的一些推荐信 是放在欧美啊 还有这个西方国家 是比较认可的一个东西 那么如果你除了对学术专业方面的要求呢 你还想留在当地 那么就不得不提提新西兰了 你像川普的这次回归呢 对于很多的留学生来说哈 大家都有了他上一个任期所搞的 这个签证的这个问题哈 那么所以他这一个任期上来以后 其实很多的美国学生都已经收到了 学校的一些邮件 就是说提醒他们不要随意出入境 以免又像之前一样哈 呃出境以后再也回不去了 自己的学业也中途被中断 那么对于还没有去美国的一些学生呢 其实也是会有一些签证的风险的 那么很多人呢 他就已经开始看看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了 那么我主要呢 就说说新西兰哈 如果说你要照顾到留学的花费 还有就是照顾到这个申请的难度 以及留下来拿身份的难度 新西兰可能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选项 同样是英语系的国家 新西兰的一年的硕士呢 也就是30万人民币以内 你就打住了 是英国的一半 对吧 甚至比澳大利亚还要低一点 还有就是新西兰的硕士呢 基本上就是1.5年啊 一年的 总花费呢不算高 额外呢 还有就是AI领域的专业岗位 目前呢 在新西兰的这个薪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远远高于当地的平均薪资 根据数据显示 基本上AI专业毕业的学生哈 平均的工资呢 在7.7万纽币 远远超出平均收入的25% 工作两年后呢 会达到8.5万纽币的年薪 五年后平均年薪是11.5万纽币 而且你的工作经验越多 收入也会越多 另外 新西兰的AI毕业生的就业率 能达到82% 但是其中一半的学生会选择继续深造 比如说读博 或者说去海外市场就业 因为以新西兰身份为跳板 去英国 澳洲 美国 都是非常容易的 整体来说 对职业发展是更有利的 目前新西兰比较有名的AI专业 是奥克兰理工大学 惠林顿维多利亚大学 还有坎特布雷大学 尤其是奥克兰理工大学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这个硕士专业 学制只有1.5年 而且申请条件也比较简单 具体细节可以单独了解 另外坎特布雷大学的人工智能硕士专业 学制也就一年 但是提供了非常多的研究和实践机会 对毕业就想找工作的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相关需求 请你联系我们 感谢您收看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